当年张家大使叫我 劝我出家 劝我学舍家墨尼夫 我听话 我感激他 我也有这个意思 这么好的东西 没人知道 多可惜 真的是方东贵先生讲的 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顶尖 没人认识 还有人拒绝 还有人批评 那么这些拒绝的人 批评的人 从来没有多可否 这就叫迷信 你不得搞清楚 搞明白了 然后你再下断 这是智慧 对他业无所知 就把他废弃掉了 如果他真正好东西 你造的这个业多重 让别人都享受到了 你不得造它掉了 这个过失重了 这叫断别人 发生毁灭 比杀人还要重 杀人是断人生命 这个是断人毁灭 没有人学了 没有人讲了 我们有云 遇到这些机会 机会是一环扣一环的 连起来 在我这一生当中 大家都看到 其而不识 方老师 我相信他 我佩服他 为什么 没有一天不读佛经 他的书桌上就看 一定有金书 所以他说佛经哲学 是世界哲学最高峰 那就不是假话 他真干了 他如果说不学 那靠不住 我们也怀疑 他真干了 确实表现的是慈悲 孔夫子的温量 共浅让 不过他也有脾气 也有牢骚 看着这个社会 不像样子 会碰住这么二人 老师 不但是研究 最重要的是表现 给我们看到 这是有深教 真实之力太大太大了 你真的学会了 完全用在生活上 真实之力 吃东西不挑剔了 真实之力 穿衣服不讲究了 真实之力 我说不算烦恼了 我说我要爱吃这个 爱吃那个 你不是找人麻烦吗 也给自己添麻烦 那自己要分别之处 穿衣服 只要洗得干干净净 就可以了 不再计较什么款式 不再计较什么治疗 完全不操这个心 就快乐了 生活当中 顺境好 历境也好 没有一样不好 好人很好 坏人也好 我在这个境界 修什么 经体上 修情谨 修平等 修居而不明 修而不明 就在这现象上修 不离开现象 到哪里修 书上没有 佛堂也没有 佛是你所谋掉的 没有 你要跟活人往来 在那里去修 把你的烦恼 吸气 统统给修掉 那成功了 礼 方法 境界 读在书本上 学了要会用 用在生活上 用在工作上 用在待人界物上 你快乐无比 德行 印手 做出最好的榜样 给别人看 别人看到你做得很好 有条有理 真快乐 他很羡慕 他就会向你请教 你这快乐 从哪来的 他不找我 我不找他 他来找我 他想学了 他的缘成熟了 可以教他 不想学的 教他 没用 不必教他 这就叫 有缘 没有缘 佛不读 无缘之人 他不肯接受 他不想学 佛不读他 相学 这就是有缘 有缘 就要教他 看他那个 想学的心 有多少 心量要大 要多教 心量小 少教一点心 他满足了 就可以了 大小都要教 不想学的时候 不谈 这是古时候的私道 做老师要懂得 所以这个光中 智慧当中的妙用 无穷无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